对此,被晾在一边的李宗仁后来曾满腔悲愤地抱怨到 迫于解放军步步进逼的形势 蒋介石于1949年1月21日宣布下野 我当了代总统 因蒋介石暗中操纵彻肘 使我不能有丝毫作为 蒋介石在决定隐退之时 即已准备放弃大陆 退保台湾 以贯彻其改造党政军成为三位一体的心愿 维持一个清一色的小朝廷 他更深信大陆放弃之后 国际情势必亦恶化 第三次大战亦必随之爆发 即可因人成事 回大陆重温接收政权的美梦 为布置这一退路 蒋先生于1948年12月29日突然命令孙科的行政院任命陈诚为台湾省省主席 前一言之 陈诚于1948年春初自东北煞雨归来之后 在金户一带的东北籍人士群起鼓噪恨不得杀陈诚而后快 蒋先生不得已准陈诚辞赴台 托辞养科 时另有所布置 此次新职突然公布时 前主席魏道明事前竟毫无所知 陈诚得令后 立即自草山迁入台北 1949年1月便在台北就职逝世 行动的敏捷为国民党执政以来所显见 由此可知 蒋先生事前布置的周密 陈诚上任后 蒋先生便密令将国库所存全部银员黄金美钞运台 因自1948年8月金元券发行之后 民间所藏的银员黄金美钞为政府一网打尽 据当时监察院财政委员会秘密会议报告 国库库存金钞共值三亿三千五百万美元 此数字还是依据中国公开市场的价格计算的 若照海外笔值上不止此数 库存全部黄金为三百九十万盎司 外汇七千万美元和价值七千万美元的白银 各项总计约在美元五亿上下 正是在讲的这一安排下 在我就任代总统之日 手头一文不明 为维持军饷安定民心 曾命行政院市财政部 将运台的国库银员金钞运回一部分备用 但是在台赴保管责任的陈诚奉蒋暗示 竟做充耳不闻的无言抗命 在蒋介石眼中只是一个摆设或替罪羊的李宗仁 面对这种糟糕的天命人士 以及即将全面崩溃的局势 也只能是汉地的歪子撑肚子 甘生气了 曾出任国民党新闻局局长的董显光 在所著《蒋总统传》一书中 对此段历史有不同的看法 他说 二月间 有一机会 可从行将胜利的共产党手中 夺回国家的重要资产 江总统深信 大陆不免于沦陷 乃以国民党总裁的地位 命令干练 而可靠至中央银行总裁于红军 密将政府所存黄金运往台北 以免将来轮如敌手 这些存金到了台湾 于必要之时将可支持政府抗共 于红军立即遵命办理 此项存金运输随于2月20日完成 李宗仁闻此消息异常傲怒 江总统原来也恐此项存金留在李氏手上 难免不为劳而无功的和谈 增加一件交易的标的 进而 江总统把这些存金 在不动声色之下迅速转移地点 李氏随未能先战一招 就在蒋介石与李宗仁两句头争风吃醋 较劲斗法 各怀鬼胎又各不相让 蒋骂李娘媳皮 李骂蒋王八蛋之时 一个天崩地裂改朝换代的大时代 业已来临 1949年元代 共产党通过新华社发表新年献词 提出打过长江剧解放全中国的响亮口号 就在这个元旦之夜 南京城一片沉寂 吴氏与傅斯年聚会一世 共度岁末 使徒二人至酒对饮 相视其然 战念前途满目苍凉 此前响后 两位书生不惊 游然涕下 三年前的1945年7月 傅斯年等六参政员赴延安访问 离别时 毛泽东专门托傅斯年向胡适老师问好 此前 毛泽东与傅斯年谈到自己在伟大图书馆当职员时 曾向胡适请教中国的前途等问题 回到湖南长沙所办的自修大学 还是胡适给出的命名云云 因而 毛泽东对胡适一直心怀感激 傅斯年回重庆 把这一消息传给在美国的胡适 并于媒体披露 胡适与毛泽东自北京一别 疏忽二十多年过去 一直未再见面 想不到 这位中共领袖 在农村组织革命数十年 而没有忘掉自己 想来也真是不义 胡适心中颇有些感动 盘算着该给这位我的学生毛泽东 写点什么 于是便有了如下一殿 润知先生 轻见豹载 傅梦珍转树兄问候胡适之语 感念就好不胜持念 二十二晚与董碧武兄长谈 是陈述必见 以为中共领袖诸公 今日以审查世界形势 爱惜中国前途 努力忘却过去 展望将来 痛下决心 放弃武力 准备与中国建立一个 不靠武装的第二政党 工等若能有此决心 则国内十八年之纠纷 一招解决 而工等二十余年之努力 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消灭 美国开国之初 即复生十余年和平奋斗 其所创之民主党 随于第四届大选获得政权 英国工党五十年前 仅得四万四千票 而和平奋斗之结果 今年得一千两百万票 成为绝大多数党 此两世皆足共深思 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党 若能持之以耐心毅力 将来和平发展 前途未可限量 万万不可以小不仁而自制毁灭 以上为与董军谈话要点 经特陈述 用共考虑 胡适 八月二十四日 就在胡适写这封电文 四天后的八月二十八日 毛泽东由延安 飞抵重庆 开始与蒋介石谈判 当国共双方 为权力分配军队保留等 一系列问题争得不可开交之际 谈判代表之一 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 适时把胡适这封电报 递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看后的反感 与鄙视之情可想而知 弃之一边 不予理会 也是自然中事 就当时的国内证据论 身在美国的胡适真可谓糊涂的可以 其对天命人士的见解远没有他的一些同事甚至后辈明白 陈银客常位 中国之人下鱼而上仗 而鲁迅说 中国只有两个时代在循环往复 一个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一个是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 胡适所言的英吉利法兰西 亦或什么美丽坚等洋玩意儿 除了被对方当作无聊的扯淡和弟弟道道的胡说 怕是很难再找到其他的价值 在这一点上 还是胡适的学生傅思年 看得清楚说得明白 此时的毛泽东和共产党已语意丰满 欲知当年的刘邦项羽并不为过 其实力与斗志 完全可以与蒋介石大战三百回合 闹他个天翻地覆 凯尔康 折腾出毛泽东在延安对佐顺生所说的 两个或三个太阳给天下人看看 如此豪气干云的盛况 到了胡老师的嘴里 竟成了不堪一击 因内战而完全消灭 甚至自制毁灭的颓相与悲剧式结局 因了胡适如此糊涂的政治观点 以及站在国民党一边带有威胁口吻的狠话 耿耿于怀的毛泽东 在谈判结束回到延安 及在中共干部会上的报告中 斩钉截铁的指出 人民的武装 一支枪 一粒子弹 都要保存 不能交出去 这番话 在阐明了共产党坚定姿态的同时 也算是对胡老师吃人说梦式的胡说 一个公开的答复 想不到仅是三年多的时间 胡适预料中 因内战而完全消灭的共产党 不但没有被消灭 反而气焰更盛 直至弄出一个 主客意味乾坤倒转的崭新局面 国民党一败涂地 成了地地道道的自制毁灭的丑霸 如此悲惨的场景 实在是对胡适一届书生参与政治 并不识实物的胡说的莫大讽刺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南渡北归 本书由家家听书馆出品 欢迎您继续收听 政治并不识实物的胡说的莫大讽刺 午夜的钟声响过 胡适向傅思年哀叹自己 由北平到南京做逃兵 做难民 以十七日之后 于醉眼朦胧中强大精神 撇开不快的往事 重新抖起文人的癫狂与豪气 一边往嘴里灌酒 一边吟诵起桃元明 尼古第九 众丧长江边 三年望当彩 枝条史玉茂 忽知山河改 可业自摧折 根珠浮沧海 春蚕既无时 寒衣遇水带 本不知高原 今日复何悔 桃元明师原意大略为 重丧长江边 于东近偏安江南 据傅思年门声 陆钦丽氏 其进出 人们率以丧为尽之祥瑞 抗战胜利 傅思年胡适 接半战后的北大 至此已于三年 三年望当彩 正期望北大有所建树和成就之时 忽知山河改 由青篇白日忽然变成了满地红旗 期望中的事业随之付诸东流 柯叶根珠 经此一大摧折 浮水东流 一切希望皆成泡影 本不知高原 众丧之地 本就没有在风雨无忧的高原 众捆所寂 生命所托 面对今日这般悲怆凄凉之境 又有什么可后悔的呢 迎过数遍 二人久劲上来 各自倒在床上昏睡过去 一月五日 以奉令迁入台北主持正式的陈诚 致殿傅思年 地已于今日先行皆世 借供深意及先生等善意 空仍需有使者之共同努力 方能有计 地一时不能离台 其先生速驾来台 共赴俱坚 傅思年接到电报 意识到自己何去何从的 最后时刻到来了 在命运的重要转折关头 向来干练决断的他 竟再度犹豫起来 此前随着陈布雷自杀身亡 他亦产生寄之而去的念头 这个念头存在他的心中 已有时日 早在1932年他就说过 国民党曾为民国之民心者若干年 而以自身组织紊乱之故 至有今日拿不起放不下之行事 于是一切残余的旧事里 蠢蠢私动 以为彼可取而代之也 又说 平情而论 果然共产党能解决中国问题 我们为阶级的缘故丧其性命 有何不可 我们虽不曾榨取劳苦大众 而只是尽心竭力 终其所执者 一旦我厌坤岗玉石俱坟 自然当与坏东西们 同归于尽 犹之乎 宋朝亡国时 若干好的世人 比贪官污吏 还死得快些一样子 已从大出设想 即知如此命运真正天宫地 何无可惜之处 但就因家人看护 与对时余所及 台大命运的牵挂 未能不陈不雷后尘死 有时容易 有时也难 1月8日 蒋介石接到密店 北方骑士即将全面崩盘 胶着中 急约胡适晚餐 期间 蒋介石按照惯例 先问胡适对大局的看法 胡适又犯了一介书生 弄舌称快的老毛病 竟像当年劝毛泽东 解除武装一样 又不知深浅地奉劝 蒋介石投降 且同样列举一些杨立子加以佐证 投降的必要 我为他述 温莱特将军 守巴丹半岛 力竭投降 胜利后释放回国 美国人热烈欢迎他 国会特授予荣誉勋章 更不可思议的是 刚一通劝详话说完 胡适竟认为 蒋公稍有动意 事实上 深经百战的蒋介石是何等人物 怎么会听从一介书生的投降之说 就像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 不会听从胡适的痴人说梦一样 在大地露晨之际 蒋介石仍决定死理求生 做最后一搏 并请胡适到美国求援 因胡适此前 已明确表示 不做正式外交人员 为政府效劳 蒋介石已采取通融之策 令胡适以民间外交的方式使美 当天晚上 胡适在日记中 记下了这样一段话 蒋公今夜仍劝我去美国 他说 我不要你做大使 也不要你负什么使命 例如争取美元 不要你去做 我只要你出去看看 胡适经过一番心灵煎熬 决定服从蒋公这一伟派 重返美国 为政府做点面子 一月九日 被共产党部队围困在淮海战场达六十六个日夜的徐州较总副总司令杜玉明向蒋介石发出了最后一封电报 各部队 十几万大军的主将在战场上被修正在战场上被修正在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 一月十五日 一月十五日共产党军队占领天津 北平 危在旦夕 胡适匆匆赶往上海 拜访银行家陈光辅 商讨赴美求助方案 十一日晚上 正在上海的顾杰岗受邀参加胡适的晚宴 早已与胡老师产生芥蒂且不明就里的顾杰岗借着酒劲劝胡适借此脱身国民党政府的纠缠不要再回南京免入是非之窝 并说当国民党胜时未尝得与安乐 今当倒坏乃欲与同患难 结果国民党仍无救而先生之令名回忆 顾杰岗的一番说教胡适并未放在心上 更没有透露自己行将赴美的半点口风 此时的胡适与顾杰岗在情感上和政治上皆已分道扬镳 这对相互倾注过炽热情感与人伦大爱的诗声上海一别竟成永绝 1月19日凌晨 傅思年遵召事前安排与赶赴机场搭乘军用飞机赴台 在惨淡的星光照耀中 傅思年提着行礼走出十余所大院中的居处 专门由上海返京送行的胡适坐前岛 傅思秘书纳连军变后 一行三人在漆黑寒冷的黎明中悄无声息地走着 没有人再说话千言万语已说尽 最后要到的珍重又迟迟不能开口 当那扇宽大厚重的珠红色大门咯咯推开时 沉沉的夜幕遮掩下 把门的老公友接过傅思年手中的行李 在送向汽车的同时乌叶着说 傅先生 今日一别还能相见吗 傅思年听罢 悲不自胜 滚烫的热泪刷得涌出眼眶 顺着冰凉的面颊躺过嘴角 又点点滴滴地随着夜风四散飘零 好兄弟 等着我 我会回来的 傅思年说着 握住老公友的手 做了最后道别 然后登车仓皇离去 正可谓 最是仓皇慈庙日 教坊游奏别离歌 垂泪对公鹅 当天上午 傅思年飞抵台北 此次一去 竟是回头万里 故人长绝了 1949年1月21日 蒋介石在李宗仁 白崇喜 严西山等派系联合打压下 力不能知 呈美零号专机 飞离南京 抵达杭州 发表隐退公告 宣布由副总统李宗仁 代理总统 与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 此后 蒋介石躲在老家西口 母木旁之慈安 桃光扬晦 并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 暗中操纵军政大局 指挥军队 继续与解放军抵抗 1月22日 驻守北平的副座议 正式宣布 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 协议公告 北平城内 25万余国民党军 移出城外 开至指定地点 听后解放军改编 整个平均战役 国民党军队损失52万人 解放军伤亡3.9万人 此前两日 即1月20日 中共中央电荷淮海战役 胜利结束 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的电报中称 现在南京城内上有 头等战犯 及其他最大恶极的帮兄妹 例如吴氏 郑介民 叶秀峰等人 到了1月26日 延安电台广播说 对于去年12月25日 中共权威人士所提出的 战争罪犯的初步名单 有人感觉名单 遗漏了许多重要战犯 例如军事方面的 朱少良 郭颤 李品仙 董昭 陈继成 张震 政治方面的古正刚 徐堪 于大为 红兰友 董显光 刘建群 党特方面的 邓文怡 黄少谷 陈雪平 贺中涵 张道潘 蒋经国 郑延芬 郑介民 叶秀峰 反对小党派方面的 左顺生 陈启天 蒋云田 许多学生和教授们认为 名单中应包含重要的 战争鼓吹者胡适 于复和叶青 从这个广播可以看出 此时的 胡适由最大恶极的帮凶 已晋升为重要战犯 而傅思年似乎成为漏网之鱼 眼看长江以北京华之地尽失 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决定 立即派代表傅北平 与中共进行谈判 展开旨在保住江南半壁江山的和平公式 为加强社会各界力量的和谈砝码 李宗仁专门向一副台湾的漏网之鱼 傅思年发电 希望傅思年能拿出翻江倒海的本领 助自己一臂之力 尽快达到和平之目的 但此时的傅思年对国共的和谈 已不抱任何希望 予以谢绝 在至李宗仁信中 傅思年以他一贯的作风和政治立场 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时局的看法 德林先生次见 前奉富殿赶佩之志 国共以民生为念 倡导和平 凡在国人同声赶和 然共产党之行为时不足以理喻 共产党本为战争党 以往上如比好战 今日走上风 时无法与之获得和平 今看共产党态度下列术士 致为明显 一分化敌人 彻底消灭中央政权 只与地方弹劾 以实行其载戈之策 绝不以人民为念 二绝对走苏俄路线 受苏俄指挥 而以中国为美苏斗争中之先锋队 三对多年长兵服者 必尽量摧毁 借功顾彼所不容 而我功及建生 义生朱先生 彼翼一力看待 即我们读书人 不受共产党指挥者 彼翼一样看待也 在此情形之下 中央倡导和平 忍辱负重 至已尽已 受其侮辱亦 无以复加已 凡此情形 可以见谅于国人已 乃共产党既如此 则和平运动 恐须适可而止已 盖如文博 立子 借侯朱先生之办法 和平既不可得 所得乃下列之结果 一 江南各省分崩离析 被共产党以扩张势力 以方便 而人民亦不能减少痛苦 二 合法政权既以大名 则权衡轻重 恐须即为下一步之准备 立子文博之谈和平 毫无办法 只是投降而已 偏偏共产党 只受零星之详 不受具体之详 不知张绍甘诸公 作何解也 三 大江以南之局势 如不投降 尚有团结之望 如走张绍路线 只有全部解体而已 只要合法之政权不断计 无论天涯海角 支持到一年以上 将来未必绝无希望也 司徒大使 十一糊涂人 傅金波 由不可靠 彼等皆不足代表美国 今日希望以美国之助 与共产党取核 乃绝不可能之事也 傅思年 这一与中国共产党 决绝的强硬态度 并不是一时兴起的妄言 使与他一贯的政治主张相吻合 同时也是胡适 对中国共产党态度的呼应 早在1947年1月15日 傅思年应蒋介石之约 共进午餐 期间 蒋介石提出 让胡适阻挡并出任 国民政府委员兼考试院长 一并请傅思年帮助 说服胡适 傅思年当场予以回绝 他说 政府之外应有帮助政府之人 必要时说说话如皆在政府转师效用 即如翁勇尼等如不入党 不在政府岂不更好 自小者言 北大亦不亦办 校长时不亦找人 北大关系北方学界前途甚大 如此谈了许久 蒋介石一直没有放松 傅思年只好答应写信通知胡适 详述其这一番好意 2月4日 傅思年致信胡适 说明原委 信中说 士之先生 不大不小之病三个星期 发烧到39度8 而弹肿得可怕 过旧历年及身淫最甚时也 老天开这个玩笑 真恶作剧 昨晚出医院传染期已过 血压较平常为低 仍在头晕 并发作在1月15日 是日中午 蒋先生约去吃饭 作中 不他人 他问我意见 我说了好些 大致为 1 政府非振作不可 何必带各党派来 再一心天下耳目 许多事自己可作也 他问我何事 我说了几件 2 宋子文 与国人全体为敌 此为政治主要僵局之一 3 实施宪政必须积极 此事尽可无多虑 云云 他似乎并不以为然 接下来 傅思年叙述了 与蒋介石的谈话内容 以及傅思年替胡适 拒绝到政府做官的详情 最后他陈述道 自由主义者各自决定其办法与命运 不过 假如先生问我的意见 我可以说 1 我们与中共必成势不两立之事 自玄学至人生观 自理想至现实 无一同者 他们得势 中国必亡于苏联 2 使中共不得势 只有经政府不倒而改进 3 但我们自己要有办法 一路政府其全无办法 与其入政府不如阻挡 与其阻挡不如办报 4 政府今日尚无真正开明 改变作风的象征 一切恐为美国压力 装饰一下子 政府之主体在行政院 其他院长是清中纪以后的大学士 对宋子文尚无决心 其他时看不出光明来 5 我们是要奋斗的 为其如此 应永久在也 但一路政府无法奋斗也 又假如司法院长是张行严 并不遭急 6 保持抵抗中共的力量 保持批评政府的地位 最多只是办报 但办报 亦需三思 有实力而后可 今日斗争尖锐强烈化 如独立议论之自由作家 亦不了也 胡适听从了傅斯年的劝告 没有加入内阁 成为纯粹的国民党官僚 但办报的理想 亦未实现 就在胡适傅斯年二人 为国民政府前途 与自己该在何方用力 以帮助政府摆脱困境 而焦虑犹豫之际 1947年 胡适借赴南京选举 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间隙 于10月21日 受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邀请 共进午餐 这位满身充益着 舒呆子气味的司徒大使 竟对众人说出了 中国一两个月后 就得崩塌的丧气话 此举惹得胡适大为不快 当晚在日记里斥骂道 慈老今年七十一 见解甚平凡 有无政治眼光 他信用一个 拥望人负经波 罪不可解 此时 国民政府一些政客 抛弃国民党政府的呼声 甚嚣尘上 而作为驻华大使司徒雷登 不但拿不出相应的办法 力挽狂澜 反而以丧门心的角色 只知道拿针扎轮胎 泄气 自然引起胡适等 拥讲政府者的厌恶 而司徒大使本人 却也不是一位精明的外交家 从后来 落了个舅舅不亲 姥姥不爱 在毛泽东一篇 别了司徒雷登的声明中 灰头土脸的 夹着皮包 溜回美国 即可见出 其人无胆无实 与政治眼光的缺乏 与短视 或许正是这样的 糊涂大使 与一群 拥望人 如司徒的助手 傅金波之流 占据了中美沟通的位子 加之 国民党本身的腐化堕落 才最终酿成了 不可收拾之败局 面对国民党内部 倾压 与大举溃败 在台湾的傅思年 将窝在肚子里 发酵了几年的怒火 借给李宗仁写信之机 一股脑地发泄出来 既怪罪驻华大使 司徒雷登的糊涂 与其助手 傅金波不可靠 又迁怒于 国民党军政大员的虚妄无能 认为国民党之所以 半壁万里 举其中 儿戏失之 则是因为 不能言和而望言和 不曾备战 而云备战 直至导致 不可收拾的残局 他在为国民党败局 表示不堪回首 或不愿回首之际 决定把全部精力 投入台湾大学的建设上 以在精神上得到一点寄托和安慰 1949年1月31日 解放军占领北平城 北平和平解放 这年的4月21日 毛泽东主席 朱德总司令发布 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号召人民解放军 广大官兵 奋勇前进 坚决彻底 干净地歼灭中国境内 一切敢于抵抗的反动派 解放全国人民 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与完整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南渡北归 本书由家家听书馆出品 欢迎您继续收听 当天 中共中央军委一声令下 百万大军在西齐九江东北的湖口 东至江音 总长达一千里的战线上 强渡长江 国民党苦心经营达三个半月 号称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 轰然崩溃 4月23日 国民党统治了22年的首都尸首 崩溃中的国民政府南迁广州 24日 中国共产党宣布南京解放 8月14日 毛泽东在为新华社所写 《流调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 对胡氏 傅斯年 钱穆等三人 进行了点名抨击与唾骂 为了侵略的必要 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 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 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 对于这些人 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中国的反动政府 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 到了后来 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 例如胡氏 傅斯年 钱穆之类 其他都不能控制了 他们走到了他的反面 10月1日 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当时正在广州 与国民党军政大员策划阻止解放军前进的蒋介石文之 痛心疼心疾首 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据报 共匪已于10月1日在北平成立为人民政府 毛泽东为主席 副主席六人 宋庆龄为其中之一 总理在天之灵必为之不安 国贼加逆 其罪甚于共匪 痛心疾矣 晚上 蒋介石以沉痛的心情 独自步入黄浦公园的屋顶纳梁 心中忧虑党国 不知何以为继 10月8日 蒋介石接国民党五虎上将之一 陆军总司令 顾铸彤 变称 岳省西北与乡前军事 已去令市 请毅然赴任总统 常驻西南 10月10日 正是国民党的双十节 作为基督信徒的蒋介石 与陈寺时起床 早课完毕 仍敢六神无主不能自治 所以圣经不问国民党前途 与自己的命运 一番宁神末倒之后 蒋介石闭着眼睛 按住圣经随手翻开一页 而后用手指点在某处查看内容 德使徒行传第九章四十一节之启示 由彼得拯救多家七死回生之相 圣经 新约 使徒行传 第九章四十一节 原文为 彼得伸手扶他起来 叫众圣徒和寡妇进去 把多家活活地交给他们 因了这条补文 蒋介石神情为之一阵 心中莫颂 感谢上帝啊 使我中华民国 得由忠贞子民 介石之手 能使之转危为安 重生复兴也 10月14日 广州失守 国民政府再迁重庆 蒋介石随之出山 在台湾与四川之间布置指挥战事 并在大陆度过了最后一个生日 63岁诞辰 11月 贵西将领白崇喜指挥的子弟部队 大步被监 李宗仁在政治上赖以生存的条件 与靠山被摧毁 随于11月20日 以就医为名 从南宁城专机飞往香港 后流亡美国 11月30日 重庆陷落 蒋介石携蒋经国乘机 逃往成都 12月7日 新任行政院长颜西山 率领包括中央研究院在内的 国民政府各机构 从成都逃往台湾 政府签台声明当天 对外发表 12月10日下午20日 一带枭雄蒋介石 带着儿子蒋经国 在瑟瑟寒风中 从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 逃往台湾 此时 解放军攻城的炮声正紧 为了逃命 蒋师父子都来不及 详细看一眼大陆河山 此时的蒋公 没有想到 此一去 再也不能回到 故国家园了 正是 人生长恨 水长冬 无限江山 别时容易 见时难 1949年1月20日 傅思年正式就任台湾大学校长 当时台大中文系教授黄德时 仰慕傅思年的声明 请其写几个字作为留念 尚以其鲁之事自居和自豪的傅思年 归豪写下了 硅谷于田恒之岛 短幅相赠 众人见之 顿生七创之感 更想不到 竟一语成真 李台后的傅思年 仍兼任隋谦的中央研究院 十余所所长 但主要经历 则投入台大的兴建改革之中 台湾大学的前身 为台北帝国大学 是日本在中日甲午海战之后 强占台湾 并于1928年创建的一所综合性大学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 台湾重新回归中国 当时国民政府派中央研究院 职务研究所所长 罗宗洛赴台接管该校 并改名为国立台湾大学 罗任校长 此时的台大经济拮据 举步维艰 刚上任的罗宗洛 大有乱竿子铺头 痛中带晕之感 于是很快挂官回护 专任他的职务研究所所长去了 此后 国民政府又相继委派 中央大学教授陆志宏 和北平研究院研究员 庄长弓 出任台大校长 此二人又都因地方长官的冷漠 和校内种种困难而辞职 当傅思年执掌台大之时 已是抗战胜利之后第四任校长 而这个时候正是国民党大撤退 台湾地区大动荡 大混乱 大失控时期 学校内部 房舍窄小 经费齐缺 校务混乱 学潮叠起 再加上 一百多万从大陆撤退的 国民党政府军政人员 及家眷 蜂拥而至 要求入学就读者骤然增加 原来在台北地大时代 只有几百人的校舍 根本无法容纳狂潮一样 汹涌而来的学生 一旦权要显贵人物的子女亲属 有入学者稍不如愿 高官大员们便凭借手中的权力 横生枝节 给学校当局制造麻烦 甚至灾难 傅思年接手后 仍是这种令人激愤和无奈的局面 在台北地大时代 学生大都是富家子弟 全都走读 学校不设宿舍 傅思年执掌台大之后 本着绝不让任何学生 因经济拮据而丧失 他的学业的办学宗旨 不论学生出身贫富 一律按朝考标准予以录取 从而使贫苦人家的孩子 得有入学就读的机会 经此善变 出生贫穷 且远离家乡的学生 不断增多 台大的师资力量 更显得异常奇缺 尽管在撤离大陆时 朱家华 傅思年对这一问题 有前瞻性考虑和准备 无奈 被抢救到台湾的学人 实在太少 著名的教授 只有沈刚博 钱思亮 毛子水 郑通和 于佑孙 台靖农 姚从吾 王国华 东方美 夏德义 李宗栋 英千里 杨树仁 潘冠 萨孟武 杜聪明 彭九生 陈振夺等三十几人 显然无法填补 大多数学科 一流座椅的空白 所幸的是 中央研究院 诗余所大部分人员 与数学所几位精英 迁往台湾 才算把台大各院系 勉强充实起来 如诗余所抵台的 李济 董作斌 林纯生 瑞宜夫 石章如 老韩 高去寻 曲万里 连同晚一辈的 陈盘 王淑敏 严庚望 周法高等年轻学者 接应聘到该校监课 因了这些条件 台大的师资力量 才有所改观 当然 此时的傅思年 一直没有忘记 继续拉拢 大陆学人赴台 据留在北大的邓广明说 傅思年 做了台湾大学校长 此后便经常 以朱家华的名义 给北大郑天亭先生 打电报 号召北大教授 到台湾大学去任教 有时也指名道姓 说要某某人去 记得点过张正朗先生的名 也点过我的名 当时郑先生问我 去不去 我说要论和傅先生的师生关系 我应该响应他的号召 到台湾去 不过傅先生 与蒋介石关系密切 所以跟他去 我与蒋介石 没有什么关系 不愿跟他到那孤岛上去 我还和别人开玩笑说 如今国民党的军队 是不战不合不守 我的态度是 不死不降不走 我没有做过蒋介石的官 和国民党没任何关系 用不着为他们进阶训死 我和共产党没仇恨 我在大学教书 人民政府是否让我继续教下去 当然还很难说 但这并不是一个投降不投降的问题 我不跟傅先生去 也不跟国民党走 决议留在北京大学 邓广明是北大历史系的学生 与傅思年的侄子 傅乐焕 既是同班同学又是好友 深得傅思年的赏识 邓广明毕业后 受傅思年的邀请 傅昆明和李庄 出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驻教 其间一直受傅思年的提携 两年后 邓广明离开李庄 受傅思年之鉴 任傅丹大学傅教授 抗战胜利后 随傅思年到北大 出任校长室 不挂名的秘书 直到胡适 接掌北大仍任此职 再后来转入北大史学系 任傅教授 并一度出任过历史系主任 算是与北大瓜哥较深的一人 邓广明所说是1949年初期的事 直到1950年年初 傅思年一直为放松努力 向北京方面的郑天平 罗长培 向达 汤用通 冯友兰 饶于泰 叶启孙 曾昭伦 钱三强 周一良 沈从文 特别是在南京停留了一宿 就由上海转往岭南大学的 陈吟客 多次受到傅思年的邀请 只是受邀者出于多方面考虑 未做响应 仍留在大陆 静观待变 或躺在床上 打着自己的算盘 做着走进新生活的美梦 据当年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 后来成为哲学家的任济鱼 在谈到郑天平去留问题的一个片段中说 郑先生接受我们党的指示精神 坚守岗位 安心迎接解放 北大的绝大多数教授 在党的影响下 没有难逃 当时的一些高级知识分子 虽说不上对共产党有多少了解 但对国民党几十年来的日暮图穷 倒行逆施 毫无希望 是十分清楚的 有一次有事到办公室 郑遇上 有位清华大学教授和他通电话 问他走不走 郑先生用安详稳定的口气 慢调思理的说 不走 胡适在南京天天盼北平来的飞机 离开北平最后一架飞机 胡适亲自去飞机场迎接 只接到北大一位历史系的教授 毛子水 这个人与国民党特务投资戴笠 是好朋友 他心虚仓皇逃走了 郑先生把北京大学的物资 档案完整地移交到人民手中 旧北大从此结束 新北大从此开始 人事所言 郑天平答复清华教授不走二字 应是事实 就郑天平当时的地位和条件 假若要走 自然是进水楼台先得机 但他还是留下了 其中的原因固然复杂 但最后留下来当然是郑天平的本意 至于说到胡适 接机与毛子水出逃 外加一个特务头子戴笠等人士纠葛 四十一部反叠电影故事 可惜与事实相去甚远 当时遇南非的人员多多 只要回顾一下 中鼎号军舰向台湾运送故宫 与石渔所等机构的国宝时 各色人等争相登船 并令百感交集的海军总司令 桂永青泪水连连一幕即可推之 更从梅一齐出走 以及与学院派教授有明显区别的戏剧理论家 梅兰芳好友齐如山的出走 亦可见出当时的紧迫慌乱情形 就在海峡两岸分乱动荡的特定历史阶段 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明争暗斗和黑幕 据说当时傅四年很想邀请哲学名家 朱光潜到台大任教 但他手下的文学院长沈刚博 生怕朱光潜到台后对自己的地位形成威胁 暗中作梗 把邀请信暗中压下秘而不宣 直到大陆完全解放 朱光潜才得到消息 按朱光潜后来的说法 他没有去台湾的意思 但就当时的情形 纵然想抽身启程 以无能为利益 当时拒绝傅四年邀请 赴台而坚持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 除大部分坚守北平 南京 上海等中心城市之外 尚有一少部分转负偏远的岭南 广西和长白山等一带大学任教 陆钦力算是这类学人中的一个代表 1946年晚秋 李庄姑娘罗小渠随夫君陆钦力 携怀中的幼子 在亲友的泪光里坐别故乡 辗转来到了南京 与中央研究院十余所同仁一道 在废墟上再造家园 构筑未来的辉煌梦想 1948年年底 当国民党军溃败江山汉瑶 傅四年来回奔波 竭力动员十余所同仁千台之时 作为新生代学者队伍精锐的陆钦力 自是再被动员之列 只是出乎傅四年的意料 陆罗夫妇却犹豫不决 各种原因除了对国民党没有好感 更多的是不仁远离故土 再加上当时夫妇二人已有三个孩子 且与陆钦力的母亲在一起生活 怕到台湾这座孤岛之后 生活无以为继 当时盛传到台湾的人 只靠吃香蕉皮度日 故拖延下来 正在这时 罗小麒收到了他的五哥 中共地下党员罗书协自家乡发来的书信 说 判了那么多年的解放 临解放又要离开大陆 你们都不是国民党员 不要随他们去殉葬云云 劝其留下 陆罗夫妇认为此说有理 决心不去台湾 此举令傅思年大为不快 傅思年与陆钦力属于相隔不远的 鲁西小同乡 傅思年又是师辈人物 对忠厚聪明的陆氏甚有好感 加上他又是陆罗分配的媒人 尽管心中怀有不快与不甘 但也无可奈何 据罗小渠回忆 当最后一次傅先生来我们住处劝说时 知道我们留意瞬间 眼睛都红了 泪在眼眶中打转 好像马上就要溢出来 他站起身 对陆军说 你们都不愿同我下火海 只好我自己去跳了 但小渠是我从李庄带出来的 我要对他负责 随表示愿意介绍陆钦力 到当时尚算安静的广西大学任教 该大学的校长陈建修是北大老教授 与傅思年友善 陆清丽夫妇接受了傅思年的好意 于这年初冬 携家带口离开南京 抵达桂林 罗小渠的这一说法后来得到了台湾中央研究院 十余所研究员王法森的证实 王法森撰文说 1948年秋 因为政治上的旗舰 陆清丽转赴广西大学中文系任教 南京一别 成为陆氏夫妇与傅思年 及十余所同仁的最后一面 1949年秋 西南战局紧张 国民政府大厦江青 设在桂林的广西大学陷入空前混乱 校领导人与大部分教授 纷纷逃往香港躲避 在国民党彻底崩溃的前夜 傅思年怀着最后一线希望 再度致寒陆清丽 劝其出走桂林 随十余所最后一批人员迁台 并寄来了旅费与三个月的薪水 当年嫁给十余所工作人员的 几位李庄姑娘如张素萱 张燕云等 此时都已随夫渡过了台湾海峡 而跟董作斌见习的李庄级青年 刘渊林也已迁往台湾 罗小渠成为从李庄走出的 十余所人员家眷中 唯一一个未成行者 傅思年信函是历史赋予他的最后一次赴台的机会 但经过思考权衡 陆罗还是没有成行 1949年11月 桂林被解放军攻陷 受中共地下党的指示 陆清丽等少数几位没有逃亡的教授 出面维持广西大学校园秩序 并坚持为学生开课 陆清丽在军管会和中共代表的领导下 参加了全校接管工作 并被任命为中文系教授负责人 1951年陆清丽被选为桂林市人民代表 同年10月 根据中共的号召 以及随之展开的对科教队伍调查政策 陆罗夫妇被调入长春东北师范大学 陆清丽被聘为中文系教授 后出任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 罗小渠在教材科图书馆工作 自此夫妇二人开始了悲心交集的人生之旅 而一直盼望他们赴台的傅思年 此时早已弃绝身亡 归故于田恒之岛了 田恒岛 位于山东省及墨市田恒镇东部海面1.9公里处 面积1.46平方公里 秦末汉初 齐王田恒被刘邦大军击溃 兵败率领五百兵士来此契居 刘邦称帝后 怕其东山再起谋兵作乱 乃赵剑田恒 田恒自知大事已去 为保全岛上兵士 乃此别海岛西行 至洛阳城三十里处时 因不愿面见臣服刘邦而自吻 岛上兵士闻讯后 七数挥刀讯捷 后人感念其阴烈 合葬于山顶 并立此四支 岛随有金鸣 岛上立有一大种 即五百亿士合葬墓 中侧立有一碑亭 内有史碑 详细记述了田恒自吻 即五百亿士殉难的史实 田恒的历史故事 自汉代流传 并为国内外人士所称道 明代高丽人郑道 曾有乌乎岛吊田一诗 诗曰 小日出海东 直照孤岛中 夫子一片心 正为此月同 想去旷雨载 乌乎赶吊中 毛发吊如竹 林林听英风 此后 清代诗人黄首相张哈都曾先后提诗田恒岛 抒发了对五百亿士千秋中烈的赞美之情 现田恒岛为山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陆清立学家人来到当时号称解放最早的先进地区东北师范大学之后 学校的一切政务由来自老解放区的革命功臣掌控 中央研究院出身的资产阶级旧旧知识分子陆清立落入这些革命功臣之首矛盾也就不可避免了陆清立来到学校报道的第一天就遭遇了披胡运动 由于他无法隐瞒与胡适傅斯年的关系 立即成为批斗打击的对象 接下去的一系列运动陆清立更是在劫难逃 文革爆发后 陆清立作为东北师大中文系的一面白旗和反动学术权威被揪出来批斗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南渡北归 本书由家家听书馆出品 欢迎您继续收听 据罗小渠回忆 有一段时间陆清立每天晚上都在家中独自练习 弯腰低头一练就是几个小时 此等情形 著名学者纪献林在他的牛棚杂役中曾做过详细介绍 因大多数教授没有弯腰的经验 一旦被揪上斗鬼台 在连续几个小时的弯腰劈斗之后 很容易体力不支 头晕目眩而倒下 而一旦倒下 就被认为是对抗革命和故意捣乱 招来的是一顿更加残暴的毒打 许多教授正是因为支撑不住倒下后 被活活打死在斗鬼台上或台下 鉴于这一穴的教训当时全国范围内大多数高校教授 都在家中悄悄地练习低头弯腰的本领 以尽量在斗鬼时坚撑而不倒下 以保住性命 或许正是由于陆氏的过硬弯腰本领 才侥幸没有死在斗鬼台上 但他最后还是没有闯过文革这道鬼门关 关于陆清丽之死 据他当年在李庄的北大研究所同学 后去台湾十余所的周法高 于1983年回忆说 两年前 我应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邀请 出席中国的青铜时代讨论会 曾经间接听到出席该会的张正朗先生说 陆清丽在不久前四人帮打倒以后 听说他的《古诗记古证》这部大书可能复印的消息就高兴得不得了 当夜就发病死了 大概是兴奋过度的缘故吧 在这段注释中 周法高又说 我在旭伯雄义的《浮海余生三百四十页》 也找到类似的例子 比尔又说 但是奇怪的还得数毛泽东去世及四人帮被捕之后 这种压力减除而发生的事 到那个时候紧张才显露出来 他有几位朋友太高兴了 所以出门开怀畅饮而得了脑冲血 还有一位朋友笑得太厉害 变成了歇斯低礼 以至于几个礼拜都哈哈大笑而无法停止 《浮海余生》的作者所言基本符合实情 在那个众生颠倒人腰不分的年代 一旦正直高压突然减除 高度紧张的神经大幅度放松 很容易让人乐极生悲 不幸之事也时有发生 据知名作家兼诗人陈希说 他当年在济南劳改农场 当武警干部勘犯人时 与好友张安强在劳改队遇到一个 反动学术权威兼现行反革命分子 这犯人乃济南一所学院的一老教员 也是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为业 其人性格内向整日沉默寡言 一门心思鼓到学问 不惜与别人打交道 文革即将结束时 老教员被释放回家 孤一日 这老教员接到省里一家出版社 要出版自己著作的一封信 兴奋地开怀大笑 结果一下子变得歇斯低离 以至于哈哈大笑不止 同事和家人开始也跟着笑 但越来越感到 老教员的嘴巴和两边的肌肉不太对劲 虽将其按于床上 轮流用手捂住老头的嘴巴 但老家伙仍大笑不止 后来一老同事想出救治的办法 索性到地里挖了一个生地瓜 塞到对方的嘴里 但老头仍摇头晃脑 口鼻并用发出呜呜之声 闻之如同茫茫夜色中 草原荒野低沉的园体 如此三日 前来看热闹的人士越来越多 家人不堪烦扰 在几位要好的教授指点鼓动下 按照古代小说 如林外史犯尽重举的例子予以治疗 恰在这时 陈希去会女朋友并闻讯 来到了这位老教员家中探寻 众人一见 便让陈希具体操作 陈希推让了半天 最后决定一事 只见陈希脱掉上衣 学着当年糊涂糊的样子 双腿成八字布 拦圆了手臂 照准老爷子的腮部 啪啪就是几个响亮耳光 但老教员只是眼里流出泪水 嘴巴仍狂笑不止 几天后 已无人形的老头开始大笑着 以头撞墙 喂酒死去 算是世间少有的真正一个 含笑负酒全的人了 又据陈希丽之子陆宏杰说 一位在长春师大 与陆氏友善的教授 约请几位截后余存的好友 出门喝酒 因高兴过度 在开怀畅饮中 突发脑溢血 怦然倒地 死在饭桌旁 另一位好友 接到出版社发来的信函 告知形势突变 积压在出版社十几年的大作 马上复资开印 惊喜一场 这位白发苍苍的老教员 抓起家中仅存的半斤红烧老白杆 一饮而尽 为酒酒性发作 如烈火烧身 仍处于亢奋状态 不能自制的老教员 索性 骑上家中 唯一一辆除了铃铛不响 其他部位支支叫唤的破旧自行车 一路急登 来到郊外一个清澈的池塘 欲游泳沐浴 以消除心中翻腾飞卷的欲望之火 想不到 刚扒的上衣一阵强风吹过 老教员 头脑晕悬 手脚如青云升空 身子一斜 两手一张 嘴巴呈鸡蛋型 扑腾一声 栽入池中 逆水而亡 另据陆红杰说 周法高所说 陆清澈去世年龄有误 陆氏末于1973年 此诗文革尚未结束 但此音的确与出书有关 但出的书不是古诗既补证 而是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遥想当年 傅思年在李庄为陆罗二人作媒时 面对罗氏家族对陆清澈人品学问的查询 傅思年颇为自信的 智信罗伯熙说过这样一句话 李于八代文字之学 造诣甚深 曾重集全汉晋六朝诗百卷 用力之勤 考定之秘 近日不易得知巨篇也 昔此时 无法在后方复印尔 一等抗战结束 此书勘就 陆军必为国内文学界知名之士 无疑也 傅思年所说的这部大书 就是陆清立自1940年开始整理考证编撰的 长达135卷的黄黄巨著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此项工作随着陆氏协家颠沛流离 直到1964年方得以完成 历时24年 造成之后 被上海中华书局要去准备出版 不久文革爆发 出版事宜中断 眼看着盖观有期 出版无日 望眼欲穿的陆清立深受打击 精神几乎崩溃 到了1973年 中国掀起了批林批孔的热潮 这股热潮意外 给陆清立的出版事宜 带来了转机 北京的中华书局 将上海方面 以退回陆清立手中的书稿 再度锁去 表示要负资印刷 但书稿寄出后 编辑部很快又将稿件退回 并致函陆氏说 此稿可出版 但需对书稿动大手术 要按马列主义的观点 来看待处理评价 六朝诗文 要根据朝代顺序 来编排诗文序列 要图出妇女半边天的地位 把女诗人放在前面 陆清立接到书稿后 望着倾注24年心血 耗费了自己整个青春岁月的生命结晶 不知如何是好 若按编辑人员所说修改 有违学术精神和文化良知 若硬挺着头颅不改 则真的是盖棺有期 出版无日了 在两难抉择中 陆清立陷入了极度痛苦与矛盾中 精神一度恍惚 当时陆清立已有了六个孩子 家中生活拮据 长期不能维持温饱 严酷的气候 猛烈的政治风暴加之连续不断的批斗和身心折磨 身体极度淫弱 在书稿退回的第四天 陆清立于巨大的精神压力和心灵熬肩下 在校内组织的一个会议途中 突发脑溢血与心肌梗死症昏倒在地 为己抢救及去世 十年六十三岁 当陆清立这部大作出版之时 已是一九八三年的事了 陆清立生前没有看到自己的成果问世 当年曾向他未来的岳父家保证 一等抗战结束 此书勘就 陆军必为国内文学界知名之士 无以也的傅思年 同样是未见书而身先末 哀哉 坐上台大校长交椅的傅思年 再度疗发少年狂 试展出当年敢打硬冲 凡是先骑上虎背的本领 对台大积极实实在在的 来了一番大刀阔斧的改革 不论是通过谁的条子和后门 后台有多硬 凡不合学术水准 烂于充数的教授 全部驱逐出校门 校内职员 特别是原地大师遗留的医务人员 凡无医疗常识 不知就死扶伤为何事 只想自己的薪水待遇者 一律解聘 未出几个月 傅思年抡圆了手中的权力之刀 如同切西瓜一样 西里咔嚓将七十余名 不合格教授与职工切掉 赶出校园 自此台大面貌为之一新 形成了一个蓬勃向上的局面 许多年后 无论是傅思年的追捧者 还是被赶走的对立面 在回忆这段往事之际都不得不承认 假如没有傅思年 台湾大学在那样动荡的时局中 想要在短时间中迅速崛起 奠定一个现代大学的基础 却是难以想象和不可能的 据陈雪平回忆 傅思年赴台时健康情形 已很是令人担忧 但他一方面心忧大局 同时睿智要把台大建设成一个 够世界水准的学府 但经节律尽无一刻的轻松 也正是由于世事纷乱 与劳累过渡 导致傅思年 英年早逝 傅思年在台大的改革 使一部分人为之较好和欢呼的同时 自然触及了许多权贵者的利益 令对方极为不快和恼怒 当时台大师生反对国民党腐败无能 以权谋私等令人激愤的丑行 雪潮一浪高过一浪 而傅思年的对立面 借雪潮运动趁机发难 有国民党政客在报纸上发表 致傅思年的公开信 指责台湾大学优荣共产党 并指名道姓地说 法学院院长萨孟武参共 亲共某某院长系主任 是共产党分子或参共分子 他们把持院系排除一己 把各院系变成 培植亲共势力的温床等等 企图致傅思年于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决地 傅思年对台大师生 特别是台湾一帮闹独立的 土著反讲导讲活动 一直是深恶痛绝 对学生中有真凭实据的共产党员 亦不宽容 没有发现均严惩不待 其态度与他处理西南联大学潮并无二致 曾不止一次地喊出了 让布尔什维克滚出台大的响亮口号 但他同时认为 如没有真凭实据 当局不能肆意进入校园在师生中搜查 更坚决反对随意指责他人为共产党 当年西南联大爆发学潮并闹出了人命 他在至于大采的信中说 西南联大学潮 地方当局荒谬绝伦 李宗皇该杀 邱青泉该杀等 便是他做人处事的主张与原则 正是源于这一指导思想 傅思年读了报上 对台湾大学师生的指责后 既恼又怒 毫无顾及地以他妈的开骂起来 而后 采取以牙还牙的战略进攻态势 在报上两次发表措辞强硬的习文 予以反击 学校不兼警察任务 我不是警察 也不兼办特攻 若当局有真凭实据说某人是共产党 我将依法查办 但是我办理这种事 绝不能含糊其词 血口喷人 他最后声明 反共 须有反共的立场 贪官污吏 及其他既得利益阶级 而把事情办坏了的 我不能引以为同志 傅思年声色俱利 与咄咄逼人的态势 令对方不得不暂时退却 伺机而动 机会很快到来 1949年3月底 台湾省立师范大学 与国立台湾大学学生 联合闹僵起来 并且高呼中国大陆的学运口号 反内战 反饥饿 反迫害等等 引发当局的严重关切 认为 台湾校园确实受到共产党的统战与渗透 必须捉拿主谋分子 给予严厉惩治 台湾省主席兼警备总司令陈诚 命令警备副总司令彭孟吉 率部吉拿 4月6日 台北大批军警按预定计划 闯入校园 遇开杀戒 傅思年对当局不经法律程序的 进入台大校园内 逮捕师生 表示不满 亲自找国民党最高当局交涉 要求逮捕台大师生 必须经过校长批准 傅思年对前往执行任务的彭孟吉说 我有一个请求 你今天晚上驱离学生时 不能流血 若有学生流血 我要跟你拼命 彭孟吉 禁于傅思年的气势 不敢造次 随当场保证 若有人流血 我便自杀 没过多久 台大被捕的学生多数放回 而师范学校不但近百名学生被送进监狱 还有七名学生以反革命罪名被枪杀 事件过后 省力台湾师大受到了停课整顿 师生重新登记 并接受军训 校园戒严等惩处 而国立台湾大学虽受波及 但比之师大要好得多 此皆得益于傅思年竭力庇护 斡旋之功 许多年后 台湾师大师生还就这次事件 与台大相比 并大骂当年的学校领导者 软弱无能 几乎就是一文不值的臭狗屎一堆 而对傅思年夸赞不绝 1950年新生入学考试 国文卷由傅思年亲自命题 其最重要的一题摘字 孟子腾文功下中一段 居天下之广居 立天下之正位 行天下之大道 得志 与民由之 不得志 独行其道 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 此之位大丈夫 此题可视作傅思年复台后 虽千万人无王矣的心智独白 也是对台大学生精神层面上的心灵寄托 这年一月风浪再起 校外校内传言傅思年将去国将辞职 针对传言 傅思年在23日的校刊上发表了 致台大同事同学公开信 信中说 半年多来 校外攻击思年者实不无人 彼等身已不能以台大为殖民地为害 然彼等原部之大学为何物 不如随其志 实现本校于崩溃 鉴于一年来同事同学对思年之好意 直此困难之时 绝不辞职 绝不迁就 绝倍加努力 为学校之进步而奋斗 正是这种内外交困局面 与本人刚烈不屈的性格 导致傅思年血压骤然增高 身体很快垮了下来 1950年夏天 傅思年身患胆结时 不得不到医院做手术 出院时 医生劝他至少要在家中休养一周 但台大的事物纷乱如麻 根本无法办到 对此 随国民党赴台的朱家华 曾以十分伤感的心情回忆到 在他去世的前几天 闲谈之中 他忽然对我说 你把我害苦了 台大的事真是多 我吃不消 恐怕我的命欲断送在台大了 当时我只以为 他因感觉办事的辛苦 而出此苦语 不亦数日之后变成真言 像冥冥中有一种冤手 傅思年与心力交瘁中 生命的步伐戛然而止 一头扎进了 烟雨迷蒙的黄泉古道 齐情齐景 于大采有一段深情的回忆 三十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他去世的前夕是一个寒冷的冬夜 我为他在小书室中生炭盆取暖 他穿着一件厚棉袍服暗写作 我坐在对面缝补他的衣袜 因为他次日要参加两个会议 我催他早些休息 他割下笔抬头对我说 他正在为董作斌先生攀刑的大陆杂志 感写文章 想急于拿到稿费 做一条棉裤 他又说 你不对我哭穷 我也深知你的困苦 稿费到手后 你快去买几尺粗布 一捆棉花 为我缝一条棉裤 我的腿怕冷 西装裤太薄 不足以欲寒 傅氏说到这里 于大财一阵心碎 欲哭无泪 尽管当时台湾的经济状况 极度混乱糟糕 但比抗战时期 在昆明和李庄总要好一些 傅斯年作为当时台湾岛内 唯一一所大学校长 兼中央研究院十余所所长 一般人也许觉得 他不该再像李庄时代那样闹穷了 殊不知 当时傅斯年领的只是台大的一份薪水 当时儿子富人鬼仍在美国读书 他和当时任台大英语系副教授的夫人余大财 两个人的收入 仅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 此前傅斯年拿到一笔报刊文章的稿费 向托卫生所的官员刘瑞恒出差 到香港时买一套现成的西服 但把稿费和家里的存款加起来一算 只能买上一件上衣 傅斯年只好说 尽亏我还有没破的裤子 那就只买件上衣吧 在这个暗服不祥之兆的冬夜 正当于大采为家中的穷苦生活黯然神伤时 傅斯年起身满脸疲倦地打了个哈欠 突然指着壁上的书架说 这些书啊 还有存于十余所义房间的书 我死后留给儿子 我要请董作斌先生刻一刻图章 上课孟真遗子之书几个字 说完长叹一生 一反常态地对于大采说道 你嫁给我这个穷书生 十余年来没有过上几天舒服的日子 而我死后尽无半文钱留给你们母子 我对不起你们啊 于大采听到这里大为惊异 急忙起身捂住了傅斯年的嘴巴 没让他继续说下去 后来于大采回忆这个夜晚的凶兆时说 我一向不迷信 难道这几句话就是他的遗言 夜深了 窗外吹起一阵寒风 室内盆中的炭已化成灰 我猛然感到一阵透骨的寒冷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南渡北归 本书由家家听书馆出品 欢迎您继续收听 不数日 当董作斌喊累把稿费送到傅家时 与大采双手捧着庄前的信封 悲痛欲绝 气不成声 用心血换取的稿费到来了 但此时的傅思年已命归皇权 不再需要为自己的双腿做郁寒的棉裤了 1950年12月20日上午 傅思年出席由蒋梦林召集的农妇会的一次会议 讨论农业教育改进和保送台大学生出国深造问题 会上傅思年提了不少意见 据现场的人回忆说 他一会儿用汉语讲话 一会儿用英语和美国人交谈 一会儿汉英交杂 滔滔不绝的大发红论 两个多小时的会议 他讲的话比任何人都多 午饭后稍事休息 傅思年又于下午两时许 赶往省议会厅 列席台湾省参议会第五次会议 这一天 参议会所质询的问题全是有关教育行政方面的事物 会议开始后 傅思年登台讲话 但主要由时任台湾省教育厅厅长陈雪平作答 大约到五点四十分 参议员郭国基突然站出来质询有关台大的问题 这郭国基乃台湾省屏东人 生于1900年曾留学日本 此人好勇斗狠 在日本留学时 他就开始率领一些志同道合者 打起苍天已死 国基当立的大旗或明或暗的搞运动 抗战胜利后 他对国民政府派员接收台湾 极不甘心 开始纠集蒋卫川 王天登等一批人 于以国民政府接收大员陈怡为代表的 台湾省行政公署官员公开叫起板来 对大陆赴台军政官员 极尽丑化污蔑之能事 尚以铁腕著称的陈怡对台湾人在日治时期的遭遇 命运深表同情 因而保持了克制 迟迟不忍动武 并有些浪漫地一直认为自己的善意总有一天会得到同样的回应 但不久之后 情况急速恶化 终于在1947年2月28日因当局取缔撕烟的事件 引爆了一场社会暴乱 以台湾土著郭国基、蒋卫川、王天登等为首的人 召集本岛内部与海南岛等地归台的群众 成立了台湾省自治青年同盟、大同青年同盟会 海南岛归台者同盟、若英赶死队等组织 而王天登拟组织台湾省临时民主自治政府自任主席 各种运动组织一时聚集了十余万众 联合一处 兵归一家 成立联军 身穿日本浪人服装 其编制 一如日本军队 带队者自封队长 尖扛长枪 挥舞东扬刀 高唱日本国歌 甚至叫喊 皇军马上就要回来了 等口号开始疯狂的攻击 占领台湾长官公署与台湾广播电台 企图通过广播号召全台人民加入运动队伍 同时四处抢夺各地仓库之泄弹 以大规模武装力量攻占军事要地 整个台岛竟然在一片暴乱枪声与血污之中 当时国民党驻台北军队不足千人 台当局陈一等人采取保持克制的策略 为克弹压 但近两万大陆赴台军工教人员如坠冤坑 面临着生命危险 短短几日就被打死枪杀约两百人 伤约八百重 首台的国民党军队遭到攻击 开始反击 事发当日 陈一曾致电蒋介石 奸匪勾结流氓 称专卖局查禁私烟机会 聚众暴动 伤害外省级人员 但陈一仍糊涂地认为事态不大 仅要求将二十一师部分兵力调反台湾即可 陈一的善意与克制 被郭国基、蒋卫川等人曲解成懦弱无能 陈一的让步 令对手以胜利者的姿态步步进逼 在政府公署官员们 被胁迫与运动头目的谈话会上 高雄要塞司令彭孟吉应邀出席 郭国基狂妄至极竟跳到桌子上指添戳地的大肆叫骂 讥讽国民党军乃一群不堪一击的乌合之众 并指着彭孟吉的鼻子高声说道 我怀疑你们没有什么战斗力 彭孟吉意识到 对方可能要攻击台岛要塞军事要地 随称奸西悄悄离开会场 前回要塞应付紧急事变 面对危局 中统局台北战却极为清醒 并富有远见的密殿南京 今日之问题已非陈一能否统治台湾 而为祖国能否保有台湾 蒋介石一听这帮人要分裂祖国 那还了得 于是在震怒中高声骂道 娘媳婢 我看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谋反作乱 分裂中国 此乃十恶不赦的逆天之罪 扩杀勿论 立即命令 驻访江苏昆山的二十一师师长 刘宇钦率一个精锐整编师 火速乘船赴台评判 同时命令海军司令贵永青 调派太康福波 两炮舰开赴基隆 归陈以指挥 炮轰暴徒阵营 空军司令周志柔 调派飞机抵达台岛上空 侦察敌情 与陆海军配合联络 并散发传单 劝台湾民众 勿受人煽动 勿牺牲自己的生命 做野心家的工具等等 3月9日 两万国民党军金锐 在基隆高雄相继登陆 在随后的战斗中 国国机方面除少数人 退往中央山脉 进行游击斗争外 大队人马很快被各个击破 王天灯等数百人被击毙 国国机 蒋卫川等数百人被俘 这就是台湾现代史上 著名的228事件 此事件对台湾的政局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也为后来的动荡局面 埋下了伏笔 随着国民党撤往台湾 为安抚当地土著领导人 同时也受当地政客要挟 国民党高层决定 从228事件中 选出几个著名领导人 为省参议员 以达到平衡与霍悉尼的效果 如此这般 郭国机被关押了120多天之后 随着国民党新政策的到来 顺利出了监狱 没过多久 又成为具有正义化身的 台湾省参议会的议员和立法委员 坐上政府大员专用木头皮椅的 郭国机 喜欢植树兄姨的发一些火药味 甚浓的长篇红论 江湖上人颂外号 郭大炮 意想不到的是 作为台大校长的傅思年 近于这样一个人物 在议会大厅遭遇了 当时的台湾大学署 台湾省政府拨款 具体通过省教育厅长 也就是当年在西南联大 为平西学潮出力甚多 于抢救学人中 在南京出谋划策的陈雪平 具体操作 故郭大炮便以台湾土著的身份 向赴大炮思年开起火来 据在场者事后透露 郭大炮的发难 主要是国民党教育部 从大陆抢运来台 并存放于台湾大学的器材 如何处理 以及放宽台大招生尺度等问题 此事看起来简单 但又十分的敏感 复杂 棘手 如台大招生 尺度已尽量放宽 招生人数已达最高限度 但各界仍不满意 特别是郭国基等人 认为台大亏待了当地声援 便宜了国民党官僚的后代 并以各种方式和手段向学校施加压力 惹得傅思年极其毛火愤怒 今日郭国基质询 当然须由傅思年亲自答复 于是傅思年不得不第二次登台讲话 在回答完上述两个问题之后 郭国基又提出台湾大学用的是台湾人的钱 就应该多聘台籍教授 多取台湾土著学生 否则便是与台籍人民作对等等 针对郭国基的提议 傅思年予以反击 在讲台上大谈其办学的原则 规矩计划与理想 并云台大考试 对台籍学生以尽量照顾 考虑到台籍学生的国语水平较差 光复未久 在录取时专门规定国文科分数 比大陆学生降低十分录取等等 讲着讲着 傅思年情绪激动起来说 讲学金制度不应废纸 对于那些资质好肯用功的学生 仅仅因为没有钱而不能就学的青年 我是万分同情的 我不能把他们定弃于校门之外 我们办学应该先替学生解决困难 使他们有安定的生活环境 然后再要求他们用心勤学 如果我们不先替他们解决困难 不让他们有求学的安定环境 而只要求他们用功读书 那是不尽人情的 严毕 大约是六时时分 傅思年满含怨气地漫步走下讲台 就在即将回归座位时 突然脸色苍白步履亮腔 坐在台下的陈雪平健壮 赶紧上前搀扶 傅思年只说了一句 不好 便倒在陈雪平怀中昏厥过去 较劲的议员流传来 急步向前 把傅思年扶到猎协人员的坐席上 让其躺下 顺便拿陈雪平的皮包做了枕头 从此 傅思年进入昏迷状态 刘传来本身是台大的医学教授 经他初步诊断 傅思年是高血压病发作 于是一面用冷毛巾贴额 一面打电话通知台大附属医院的余大彩 傅思年原定 当天晚上六点钟 在家中召集有关人员开会 商讨台湾省政府和台湾大学合办 血清疫苗制造所适宜 下午两点多钟 还打电话给校长室秘书纳连军 让他把自己亲笔拟定的合作办法 准时送到家中 以便开会使用 五点多钟 纳连军来到傅家 于大才以为众人在家里开会 自己不便打脚 准备外出去吃饭 不一会儿 傅思年的司机老杨 气喘吁吁地跑进来呼喊 校长不行了 校长晕倒了 于大才 纳连军等人 急忙驱车 赶到省议会厅 就休息了